各位好,我是Raymond 雷蒙子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種 背景漸層中間帶有漸變線段的 圖,然後呢,前面再加一個 標題字 好,像這一種簡單的 小張海報要怎麼去製作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一坨一坨的造型怎麼畫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使用 橢圓形工具去做堆疊 好,就像這樣很隨意的話 換多顆 然後再把它使用黑色的 選群工具全部選起來 按下連擊 路徑管理員連擊 好,連擊完之後留下外黃線就這樣 OK 好 點選工具箱的 漸變工具,兩下左鍵進去 選擇指定結束800 按下確定 點一下 大的,點一下小的 好,它就過去了 好,過去之後呢 我們來畫個 線條 再拉個線條 好 好了,之後點一下 選群工具 兩個物件選起來 點選 物件 漸變 取代旋轉 好,你畫線段就會跟著跑進去了 好,那我們拷貝幾個出來 Alt現在再拉出來 好,拉出來 點一下 物件 漸變 反轉旋轉 好,頭尾交換 好,頭尾交換 好,再拷貝個出來 這個 漸變裡面的 前後反轉 好,這顏色的變化 好,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 取一個來用就可以了 好,我取 這個 好,背景這個怎麼做漸層 漸層的話就是我們要打開 視窗 裡面的 漸層打開 好 打開之後 點物件 確定點面積色上來 好,面積色號點上來 按一下才填漸層 否則如果點外框的話是填外框漸層 所以我們要把面積點上來再填上漸層 好,按一下色帶就會上去 新增 點一下 色帶下方點一下就可以新增 兩下左鍵 換色 好,不需要的話就左鍵往下抽 就拿掉了 這就是漸層的使用 它有線性還有方色狀 好,那這個我們是用線性 好,當然你這個角度可以選擇 -45啊,斜的啊,對不對 目前不需要就用0就好 這就是漸層工具的使用 這裡還有工具箱 漸層工具點一下 可以在上面直接點 新增 不要就拉掉 概念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用成工具 好,好了之後 好 這個換個黃色 然後 90 好 再把這個加上來 似乎有點太細喔 再把字放上來就好了 好 再把字放上來就好了 好,把字拉過來 排列順序 移到最前 好,就是像這樣概念 然後最後再把 這個拷貝起來 背景這一塊 Alt現在拉個出來 全部選起來 Ctrl加G 好,再把這一塊 排列順序移到最前 這個要符合它的大小 蓋上去 兩個選起來 Ctrl加7 剪裁自色片 自左 好,你就完成一張小海報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大家試試看吧